中广早报新闻 有提供早报新闻现场 我们现在播报是现场的直播影音画面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上去看一看 跟其他的听众朋友 这个做个互动沟通 好我们听众朋友透过目前YouTube频道的留言板 告诉我们今天声音好像怪怪的 要请大家包含可能在工程方面 技术性有一些问题 不过持续来收听中广早报新闻 稍后我们工程演员正在处理 好稍后在8点半钟 我们早报新闻结束之后 我们会把影音档案上传 到中广新闻的YouTube频道 也要请大家随时有时间的话 记得上去搜寻 帮我们按赞 同时分享出去 增加点阅 尽量支持我们中广早报新闻的直播服务 也谢谢大家 早报新闻一开始 照例我们回头来听听看各个报纸 在头版的新闻焦点 今天几个重点 微软控告鸿海 昨天郭台铭非常霸气 出来开了一场记者会 针对微软的控告 做出了反击 今天早报在苹果日报头版头条 工商时报放在头版的下半版面 其他各个报纸在内页也都有相当大篇幅的报道 除了直接正面回击 这一次微软对代工厂提告 只一说可能现在中美贸易大战正在谈判 所以想要借此分一杯羹 在这个时候出手 另外一个焦点是 这个郭台铭呢 他当然霸气作风 大家都很清楚 有点枭雄的味道 不过对于媒体不太友善 自己先前好像撕过工商时报 之前在针对他们要并购夏普事件 媒体报道不满意 所以对于工商时报呢 有一些比较不友善的作为 这一次他的焦点放在联合报 因为昨天联合报把微软控告 红海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 所以昨天郭台铭也很霸气的说 我从此再也不接受 这个联合报访问了 你们记者不要来问我这个问题 他要把所有联合报 以及同报系的经济日报 通通退掉 这是在这一起议题当中 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今天选举焦点呢 中国时报放在头版头条的是 韩国瑜跟苏贞昌的针锋 相对焦点讨论问题是 经济自由贸易区经贸区 今天中国时报放在头版头条 其他各个报纸 在内页也都有 还蛮大篇幅的大标题报道 苹果日报二版 联合报四版 中国时报三版 几个重点 一个是 这个自由贸易区 在我们的中央部分 可以说是所有各部会 动员通通起来反对 告诉你有哪些哪些哪些不好 而在蓝营方面呢 各个县市长则是力挺 包括侯友义 包括卢秀燕 以及韩国瑜本身 还有要挑战2020 已经表态要进足总统大位的 朱立伦 昨天则说朱立伦讲得更白 他说这20年前就该做了 如果你绿营不懂的话 就是蠢 如果你懂不做就是坏 然后蓝营方面呢 你20年前就知道该做 却不做 根本就是太胆小了 怕东怕西的 这是朱立伦昨天的说法 他说如果我当选的话 我一定会做到底 而在国民党的提名人选部分 吴敦宇昨天接受 这个伊甸市陈雅玲主持人专访的时候呢 他表示说我会保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来征召韩国瑜选总统 话讲的算是很明白啦 不过万分之一就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机会不是很大 相同的情况他也是说 我出马角逐总统 参选总统也是万分机的机会 这个最新的政治话题呢 今天在各个报纸都看得到 跟我们劳工比较有关的是 劳基法修法 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二题标题 给了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 换句话说 以后他们的工时啦 福利啦 都接受劳基法的保障 这指的是私立医院 因为公立医院并不算是劳工 所以公立医院的医师不算在内 还有一个部分是我们劳工方面的修法 从2022年开始呢 如果你值班的话 不能够再给津贴 要按照时间来算加班费 这个各报纸呢 在生活新闻版面 都告诉您最新的修法方向 台北股市年底作战行情 是不是真的要启动了呢 两大财经报纸 工商时报经济日报 今天在头版都看得到这个大标题 工商时报放在头版头条 而经济日报是头版二题 来期待 接下来台北股市的好行情 不过当然还是老化 外界这个国际上的变数相当多 大家还是要稍微保守一点 谨慎一点 继续回头来听听看各个报纸的头版 做了哪些细部的报道 先听到的是中国时报 今天中国时报头版头 统战牌PK发大财 苏葵提出四部反对韩国瑜社 自经区自由经济贸易区 中国时报今天在头版把两个部分 说高雄是要发大财 而在论营方面执政拼选举 所以最近打的是统独统战牌 这是中国时报的标题 内文当中提到论营方面食物面围剿 扣韩国瑜红帽子 努力为农产品找出路 没想到韩国瑜被抹红了 昨天他非常生气说去年香蕉盛产 农委会出钱把香蕉送去堆肥 难道大家希望农民辛苦出产的农产品 最后通通变堆肥吗 韩国瑜说我们这么辛苦 卖这个农产品跟统战到底有什么关系 他还说其实这样一直一直炒这样的问题 高雄市政府知道自己的权责跟奋计 不会去触碰中央权限 但是也希望绿营理性看待 不要把韩国瑜的一举一动 视为是对岸的统战 他说这样的说法 他已经厌烦让人非常的厌烦 这是中国时报的报道 而苏贞昌则说 如果这段期间是针对特别的人 特定的地方提出说 我要跟你买这个买那个 而且还只能这样 指定说非得这样非得那样 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共是利用经济利益来塑造 会得到利益的印象 也就是所谓的统战 这是在今天的中国时报 头版做了双方的说法整理报道 而联合报今天在内页三版 则是把苏贵打枪自京区 四个不可行 放在了版头的大标题 好这四个不可行呢 其实过去在民进党政府 也分别都有提到 说其中国民党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就曾经想要推 当时国民党你还是立法院的多数党都推不动 你现在才说要推 是不是有点说不通呢 第二会造成区内区外不公平 显然不妥当 再来中美贸易大战还在进行 中国用这种方式到台湾 绕一圈变成台湾的东西 卖出去 对台湾很不利 我们会变成是中共在一起的共赛 再来全世界对于相关国际组织监督租税不公平竞争 要求很严格如果有相关机制的话 被认为反而对台湾不利 不符合国际竞争的情绪 这是苏贞昌他提出来的一个四不可行 不过刚才也提到朱立伦说 这个根本早就该做 我们已经落后20年了 其实不应该在现在却步有机会就马上做 而且左右都把蓝绿各打了一个巴掌 分别都被朱立伦骂了 再来联合报今天的下半版面 有工商界批评说选举到了 在选举部分 执政党刻意的操作舆论 反统战受害吗 他说如果说我们商人对于对岸 因为统战的关系或者政治立场的关系受害 我们会自己站出来讲 而不是在选举时候 才提出所谓的反统战政策 或者是说我们鼓励台商回来 如果你因为统战而受影响的话 我会给你补贴 觉得这样都是一些选举考量 早就该做的是 政府本来就要保护这些企业界 你到选举才提出来讲 就根本都是选举的因素了 这是联合报今天的三版报道 好 再来在类似相同的政治话题 今天中国时报的二版说 蒙打反中牌恐吓百姓 目的是要换取政治能量 制造恐惧 绿营变成怪兽电力公司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二版版头 中国时报三版说 为了重返执政 吴对义直言必打王牌 已经注意到有一个人的民调领先 不过另外一张牌如果一定赢的话 那么当然要打出王牌 他直言说保留万分之一的机会 征召韩国瑜参选总统 拿下政权才是终极目标 而朱立伦怎么回应呢 朱立伦说 这个如果我们必须要先强大自己 如果是够强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不够强 韩国瑜就是我们的希望 不过他认为 如果真的要征召的话 不要到第二阶段重演换驻 而是在第一阶段就必须要表态了 这是在几个竞选人的方面的说法 王金平昨天针对这个话题呢 则是暂时不做回应 相同的议题 苹果日报也放在了二版的版头 说吴敦义松口万分之一 征召韩国瑜 朱立伦说要就大大方方征召 韩国瑜重申 他现在是不考虑 这些都不在他的考量范围之内 当然不在考量范围之内 今天有其他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针对这个部分呢 做了说明 卢秀燕的说法 其实还蛮中肯的 他说呢 当然这些大家都慢慢看 但是政治很多时候 并不是操之在即 如果周边的一些声音啦 或情势所逼的话 恐怕就会有别的可能性了 这是在蓝音方面的回应 当然目前整个氛围呢 蓝音的氛围好像有一点 卢秀燕呼应他的说法说 其实演戏的人好像不想演下去 但是看戏的人不肯散 这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 关于蓝音方面的提名人选 各个报纸都有还蛮大篇幅的报道 从聚焦在自经区啦 蓝绿的反应啦 还有这个到底 韩国瑜选不选总统 目前国民党内几位候选人的说法 而在自由时报三版焦点 这所谓保留万分之一可能性的自由时报 还聚焦在吴敦亦身上 吴敦亦说我亲自出马 同样是用这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因为他还没宣布要不要选呢 所以当然什么样的可能 都有可能会出现 基本上是空话啦 不过引起相当多的话题讨论 好在韩国瑜方面 还有一个话题 今天在中国时报 放在了八版的版头 而在苹果日报的二版也看得到 当然自由时报也做到版头 大标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 今天中国时报的八版版头说 关于要送高雄两只大猫熊的事 提案的人大代表许沛呢 他已经正式向人大提出来 而且经过审核了 大陆人大代表提议 两岸引起热烈的话题 全国台联副会长 重庆市台联会长许沛表示 送大猫熊到高雄 促成两岸城市交流的建议案 已经正式提交 结果如何 大猫熊会不会到高雄 将由大陆中央审核之后再做决定 这起事件呢 苏葵回礼 昨天在立法院被问到说 人家如果真的送我们大猫熊的话 我们要回送什么呢 苏葵说就送台湾猕猴吧 还有在潘恒旭高雄市观光局长 针对这起事件 本来是喜事一桩 但是前前后后讨论很多 好像高雄变成放羊的孩子 人家都还没有真实敲定 只是随口跟你提 你就把他大张旗鼓宣布出去 所以今天在苹果日报整理了 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 过去很多吹破牛皮的个案 还有过去的一些例子来质疑说 潘恒旭真的是韩国瑜团队当中 一个很大的地雷 一个一颗这个卫爆弹 在苹果日报整理的报道当中提到 包括声称日本宝可梦公司到台湾来 要跟爱河的灯会合作 最后发现就是撒了一些花 整个所谓合作的规模 让所有的保友笑破肚皮 还有宣布名人纪念日的时候 凤飞飞啦余光中啦等等 好像跟家属方面也都没有瞧好 邓紫棋事件则是最近的一起扑扑 要请邓紫棋来代言最后又说 对方要求的钱太高 但经纪公司说你从来都没有来跟我谈过 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 人家说谋定而后动 显然这部分呢 潘恒旭并没有掌握的很好 今天各个报纸 苹果日报中国时报都对他有一些质疑 甚至今天在部分媒体就是说甚至呼应这个杜紫棋 之前有一个学者他提出来说 这个潘恒旭好像应该要自请辞职 否则他至少会帮韩国瑜拉掉50万票 这是在整个韩团队的话题 同样也占据了部分版面 苹果日报今天头版头来看微软跟鸿海之间的官司 今天苹果日报呢是头版整个大标题的报道 说反驳侵权郭董骂微软 闹走不敢跟谷歌收费 只敢欺负台湾的代工厂 鸿海在美国被微软提告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昨天亲上火线说明两大重点 第一个强调的是 鸿海本身没有做诉讼提到的Android产品 这个Android产品主要都是富士康在做 所以从鸿海的角度没有任何侵权的问题 不会让鸿海小股民受到任何的损失 再来强调台湾代工厂被逼迫 他要代替台湾产业反抗微软的霸权以及霸道 这是昨天郭台铭记者会的两个重点 而且昨天郭台铭非常生气 他说这个根本就是欺负人玩软土生爵 在王岐林熟如的忌日 他忍着14年的丧气之痛 牺牲两人一年一度的心灵午餐时间 穿上慈惠公赐给的宝衣 亲上火线还击 而且他的帽子呢 特别戴了有一个中华民国国旗的帽子 来宣誓说我们台湾代工厂不是好欺负的 他还跟这个微软枪瞎 有本性就把谷歌买起来 去告中国的手机厂商 现在中国扎里有事老大怎么不去告呢 来欺负我们鸿海 他除了说这个鸿海不会有损失 富士康部分他也有把握 不会有任何一分一毫的损失 这是在整个司法部分 今天经济日报在内页的三版来分析一下 到底为什么这个微软控告洪海没有按照协议支付权利金 明明这个Android系统是Google免费开放使用的开源程式 为什么微软声称拥有专利 还向相关厂商收权利金呢 最主要原因是微软主张Android系统侵害了他的多项专利 其实从2000年到现在 微软一直强调说 免费跟开放原始码软件是智慧财产权的破坏者 因为这种软体是全世界共同开发的 使用者可以随意修改复制跟散播 微软从07年开始就向免费跟开放原始码的软体开战 包括OpenOffice以及其他的一些 他认为侵害专利的这些软体通通都哀告了 他也向三星宏基以及宏达电等等 多家的制造商签署授权协议 大家想说不要避免太多的纷扰 所以最后通通都付钱了 以三星来说 过去微软曾经控告三星没有付钱 三星最后还是达成了和解 不过和解金到底有多少不知道 所以这一次显然也是如法炮制 想要来向红海压迫 先跟代工厂要钱 然后你再去跟你的这些专利厂商去要钱 后面的厂商要钱 这是这个微软的做法 今天在经济日报三版话题版有一些过去的例子跟现在的整理报道 而自由时报引述智慧财产局的说法说其实像这种案子的诉讼通常都是手段 最后会和解 和解才是常态 因为这些拥有专利权的大咖逼代工厂帮品牌厂垫钱之后才能够精准掌控授权的数量 然后代工厂再去跟品牌业者来收钱 这是今天这一期新闻呢 自由时报放在六版版头做的一些配合报道 我们制裁局的一个看法 郭台铭昨天好凶好凶呢凶什么呢凶的是说 其实联合报放在头版他相当不以为然 所以中国时报今天把这一则新闻放在了大标题 说郭台铭杠上联合报系说我巨访而且我要退订 他说你这种新闻你联合报放在头版根本就是配合这个对方当打手 不过中国时报问郭董你过去呢也曾经质疑工商时报的假扣押 对我们进行假扣押还撕报纸 这是针对夏普事件 所以呢中国时报说 你过去质疑了我们的工商时报 现在又质疑这一次的这个经济日报 那这两家是我们国内最权约的财经报纸 那郭董你还要看什么样的报纸呢 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特稿部分对于郭台铭提出来的一些疑问跟质疑 自由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 这个TutorABC变成中资的商标吗 登台之后连连心送本土的业者相当火大 本土业者其实有很多也用这个名字来注册 补教风云今天的自由时报 焦点说知名的线上英语教学品牌 TutorABC迈奇科技公司控告空中美语的TutorCU商标侵权求偿千万元 制裁法院认定先注册的TutorABC是知名商标 而且用了好多的广告费去推广他的商标 所以判决空中美语不能够使用这个商标还要赔一千万元 空中美语不服气提出上诉 主张说这个Tutor家教这两个字是英文非常普遍的用语啊 所以法院不应该允许任何一个厂商来垄断这个英文单字 今天在苹果日报内页也有报道这一起这个司法官司 但是自由时报头版的焦点说 Tutor是中资商标 而且中资商标还除了这一家公司之外 在台湾注册了好多好多的专利权或者是商标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质疑说是不是有一点点来洗脑我们部分的一个观念 在自由今天的内页说 中国洗脑三洗一条清门踏户注册台湾的域名 六委要求立刻下架 希望NCC能够管一管 除了TutorABC的注册之外 今天在自由二版说中国呢已经到台湾来大啦啦宣传对台三洗项措施 这个网站不但跟中国的国台办 最近推出的三洗条来了 相似度很高 而且讯息都是引用国台办管理的新闻网站 所以要求马上让他们下架 不过NCC的说法是说 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法律可以授权NCC片面封锁下架特定的网站 如果有法员判决的话 他们就会来做 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二版都来关心这个类似的新闻焦点 据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来看看联合报规划的愿景工程 说愿景工程呢 在联合报观察 调查107年底 大家的阅读书写行为 特别是阅读的部分 联合报告诉您说 有四成的民众在2017年 这一整年 107年 2018年这一整年呢 其实是没有看过任何一本书的 其实还蛮让人惊讶的一个统计 联合报放在头版头条 一整年都没有看过半本书 多久没有碰到纸本书 可能有些人是线上阅读啦 或电子书 但在真正的实体书部分呢 平均最近一次碰到纸本书 平均数字是7年多前 换句话说 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超过7年 完全没有碰纸本书 只读脸书不买书吗 六成五的受访者说 他们真的一整年都不买书 联合报在统计之后说 这是一个人手一机的华世代 华手机世代 也是五个人当中 最有两个人整年没有看过书的 不读世代 现在看书真的可能孩子同书 看得比大人多很多 院警工程根据大家的阅读行为调查发现 去年一整年完全没有阅读的人是两成一 如果限缩在书籍阅读 高达四成一的人没有碰到书 去年一整年都没有看过 形同在五个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整年是不看书的 好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 以及内页的六版 来探讨一下大家的阅读行为 同时当然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读书 工商时报头版头条 外资归队加上双亡殆尽 既底作战行情 现在挺进大盘的年限 昨天在外资中止连三卖转买 看好评股谷底分扬 调升两大台北股市的这个大家 全重占了相当大的股票 台积电跟大力光目标价之后 加上投信的作战行情 所以台北股市昨天大涨93点 收复了各个短期的均线 这个新闻工商时报放在头版头条 经济日报头版二提 告诉您外资转买投信狂敲 苹盖三雄现在是大亮点 所以台北股市的作战行情正式启动 现在要挺进大盘的年限 经济日报头版头 来看国际集团的最新消息 国际集团整并强尬日常 说国际旗下的大厂 包括智宝凯美今天停牌市场预期 他们可能要合并 有助完备履职电解电容的版图 而在智宝跟凯美方面 昨天都没有对外说 为什么今天停牌强调会举行重大讯息说明会 来跟所有的市场股东说明 经济日报头版头条 另外旺报头版头说 A股扮演新兴市场的救世主 多元投资中长期还是被看好 投资人短期要留意的是中美贸易谈判 今年以来大陆护身300指数 以及香港恒生指数表现都超过了 MSCI新兴市场指数 所以国际的这些一些投资专家都看好说 今年以来变得更加看好中国股市 这些股票引领了2019年新兴市场的复苏 如果赶上的话 应该关注的包括中国印度印尼新加坡跟巴西市场 说在中国A股带动之下 这些新兴市场应该都会有一波行情 这是旺报今天的头本头条 好多人你要关心大陆股市 中美贸易谈判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所以今天在旺报内夜配合报道 中美高官已经正式通话了 要敲中美贸易谈判最后协定的文本 这是旺报的报道 而在中国时报也说 主帅热线陆美聚焦在协议的文本部分 刘鹤通话 这个美努琴 莱海泽签署协议已经倒数计时 这是比较看好 比较乐观的气氛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以及工商时报 都告诉您 中美贸易戳烧好去近了 显然达成协议是相当有机会的 两大财经报纸头版下半版面的新闻标题 以及在编栏重点我们也提供给大家 经济日报头版下半版面说 前二月税收写下同期新高 时针进额达到2143亿元 成长5.3% 纵索税跟烟酒税都创下记录 证交税KPI挑战很大 说热度高度相关跟股市密切连结的证交税 连续第四个月呈现衰退 而前两个月证交税写下9年来最大减幅 所以在今年的证交税 想要达标的话恐怕有点困难 经济日报的编栏重点预告的是 香港富邦跟这个大陆的商人和社公司 跟对岸的网路保险第一品牌 众安在线争取虚拟保险牌照 预做准备 美国CPI降温暂停升息的期间拉长 英国脱欧变空 现在看起来英镑的机会可能不太乐观 由红翻黑 每一层欧盟争取三处变动法律风险 未变引发国会再度否决的疑虑 今年进程最新焦点是 在国会的这个恶度否决 已经被这个以高悬殊相当大的差距给否决掉了 所以马上要面对的是要不要强硬脱欧 硬脱欧 这个是明天才会再来表决到 工商时报今天的二版版头 纵索税给力前两个月的税收创下新高 以及台积电的目标价 现在又看到了三字头 综合性报纸联合报 今天的头版二题 普悠玛的最新调查错诱都是推给司机 所以交通部长林佳龙很生气 台铁三位前局长还是只有记过 林佳龙要求退回报告 重新检讨责任跟惩处 据于在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二题 关注的话题聚焦的是在劳基法的修法部分 9月份上路大概有4680人可以受贿 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可以申请责任制 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 当然他后续会享有的福利以及责任 包括每天正常工时 期休亿及国定假日的规范 通通都跟一般劳工是一样的 公立医院的住院医师不算 因为公立医院呢 他们其实是不是用劳基法 劳基法修法另外还有啊 2022年正式上路值班 必须要加计工时 必须要按照时间来算给你加班费 不能够只给津贴 这样子不OK的 这是最新的劳基法修法的一个方向 今年中国时报苹果日报 内页都看得到这一起焦点 自由时报的头版 听到北花客运新路线业者抢着药 所以明年春节前要正式通车 北北级往返花莲的国道客运 苏花公路的山区路段改善计划 看起来非常有谱了 行车时间大约3点5个小时 票价接近自强号 现在规划的是三条路线 明年春节前上路 包括基隆走国道5号到花莲 板桥走国道5号到花莲 以及南港走国道5号到花莲 这三条路线吃炸鸡不运动胆固醇飙300 虾米亚有个高中生竟然临阵不举 说一个17岁高中生他不运动又喜欢吃炸鸡 没想到呢通常禁果临阵发现不行 所以赶快去就医造成了他的勃起障碍 有点年轻化的趋势哦 跟大家的高油脂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另外自由时报今天头版照片 有嘉义县东石凹谷湿地的鸟类生态 说有好多的这个大白鹿排排站 而且大家都看同一个地方 没想到有一只灰色的仓路竟然乱入哦 大家可以透过直播看一下 非常可爱的照片 里面只有一只是灰色的 所以很多人说 他是不是万换制服呢 这张照片自由时报 今天放在头版上半版面报道 好时间有点晚了 7点51分我们要进广告 也要提醒大家上班上课留意时间哦 不要迟到了 广告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可以吗 大家听得到吗 反正今天就是不管怎么样 好像都已经这个 那个提早听到了声音 现场所有声音都出去 我们工程有问题 好刚才这个子子吐说 为什么工程人员不能提早测试 因为他7点才上班 7点我们就已经现场安了 没有办法测试 我们前面都没有缘 这很多时候都是主播自己一个人在里面的 不要怀疑 对 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小本经营 然后就是规模很小 好来 再来 在那个资金区的部分 当然 现在好像两边说法都有道理 那我要说的是 你必须要想到当然你会造成一些不公平 或者你担心竞争 自己要保护本土产业 可是有一个数据是说过去 南韩他们做资金区 以及多名人家他们做资金区 成效是不一样的 像南韩他们做 他们所有的原物料 里面的原物料 大概 百分之三十都是他们自己的产业 但是多名人家没有 所以重点是你政府执行的策略 跟方式你的执行效率到底到哪里 今年52分 欢迎回到中网早报新闻 我是谢燕荣 继续来听内夜的新闻焦点 内夜新闻告诉您 反制中国蔡总统月底要访南太平洋友邦 而下半年还要去访加勒比海友邦 争取过境纽约 当然这个在选举前 很多人说这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不过呢 这个巩固邦义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关于行程 今天在苹果日报四版做了整个版面的报道 有一点点的这个隐忧是 我们也是有邦不欢迎他去 所以没有纳入这一次的行程 会不会在出访期间 又有所谓邦交国断交 恐怕哦 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部分 而自由今天在政治新闻版 台北市新闻版说 是不是要拉拢蓝营呢 外传柯文哲拍板 将由蔡炳坤来接任副市长 好 这个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呢 外传曾经征询台北西元黄珊珊的意愿 因为呢 他曾经选过内湖南港区的立委 被视为是希望帮高嘉瑜解套 同时呢 靠近而在蓝营方面的一些选票 不过现在传出来 除了是黄珊珊之外 最新的人选是蔡炳坤 这是在柯P的操作部分 自由时报的报道 张立善他有护理师的资格 云林县长呢 他之前在宣传疫苗的时候 直接帮学生打疫苗 但是因为他现在已经脱离护理师 这一行已经很久了 没有职业登记 所以现在云林县卫生局 要依法开罚 当然张立善本人说 我做了不好示范呢 我会欣然接受处罚 联合报今年在内夜的生活版 淘机的停机坪踏爆满 非台湾包机喊咖 森多周少 而且现在好多地方都在修都在整修 现在只有86个停机位 建设赶不上航运量 未来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航空的调度 航远机场问题真的很多 一下子烂泥巴 然后这个停车停机坪又不够 可能真的要好好来想一想 你要做这样一个所谓转运中心 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条件跟能力跟现况 到底是不是有赶上我们的目标 在今天的生活焦点版部分呢 说好事多的超夯芋头酥 竟然里面有塑胶片 现在好事多已经坦诚作业疏失了 统统下架 全球掀起禁止波音飞机的禁飞潮 包括新加坡澳洲英国马来西亚都封杀 737MAX科技 就是这一次伊索比亚出世的这一款飞机 很多国家都纷纷跟进 早上最新的是欧盟跟土耳其 他们也都禁飞了 时间7点55分 我们时间到了 以上是今年早报新闻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谢谢收听 拜拜 先来咯